時間是90年代的某個鬼島 邪龍的爸爸給了邪龍與弟弟邪虎各自一塊土地 這兩塊土地在當時的價值都是一模一樣的 老爸沒有偏心 聰明的邪龍立刻把土地給賣掉 用那筆錢開了間貿易公司 瘋狂努力賺錢 經過邪龍苦心經營 30年下來 公司市值增加了好幾倍 賺了不少錢 而老實的邪虎呢 還是乖乖種田 老爸給他爛塊地 他根本就沒有去處理 任由雜草重生 30年過去 邪虎才忽然想到有這塊地的存在 沒想到這塊地周遭都蓋了大樓 土地翻漲了好幾倍 邪虎賣掉這塊地後 賺到的錢 竟然比錫龍開公司30年 賺到的錢還要多 沒錯 在鬼島 創業就是這麼艱辛 根據鬼島經濟不統計 一般民眾創業 一年內就倒閉的機率高達90% 存活下來的10%之中 也有90% 會在5年內倒閉 也就是說 可以乘超過5年的企業 只有一% 前五年就關門大吉的呢 高達99% 那如果你拿創業的錢 去投資房地產 依照鬼島玩法 通常是穩賺不賠 至少比1%成功率高很多 讓我們來看一下 每年台灣公佈的富豪榜 你會發現榜上有名的 其實都是大地主 而不是實業家 如果這份名單上有實業家 那也是擁有很多土地的實業家 在台灣除了少數郭台銘這種世界級的大老闆 實業家的財富 通常都是輸給這些大地主的 那台灣的地主到底有錢到什麼程度呢 最近的新聞說 東區的店面平爆關店出走潮 一堆控制店面常常一放就是好幾年 而這些店面的租金一個月就高達好幾百萬 一年不租就少賺好幾千萬 但這些房東有的是錢 寧願住不出去也不降價 根本就是老神在在 我舉個例子 西門町的大地主林市長 他光是在西門町就有23間店面 月收入達3000萬元 一年就賺了3.6億 那我們上班族最頂尖的呢 叫做鄭明凱 他是證券分析師 一年可以賺3000萬元 結果最強的上班族的收入 竟然打不過地主一個月賺的錢 而鄭明凱還是焚膏忌鬼 每天工作16個小時以上 而西門町的房東呢 我們就不多說了 第一組實在太強了 竟然一個月就能屌打頂尖上班族一年 那我找上市公司 總不會輸了吧 我們攤開2017年 上市貴公司的財報會發現 在台灣1679家上市貴公司中 3.6億的年金率 大約排名在516位 也就是說 西門町店王的一年收租收入 就屌打70%以上的上市貴公司 上市貴公司可是全公司 好幾千人日曆夜打拼 才有這樣子的成績 而店王的生活日常在幹嘛呢 就是一個人四處聊天串門子 而台灣還有140萬家的中小企業 你也可以說他資深一人 就打爆全台灣上百萬間的中小企業 那為什麼台灣有這種 炒房自負的地主 歐美先進國家卻不多呢 其實就是制度問題 我們前面有一期講到是英國的流放制度 當時英國政府委託民間運輸公司 幫忙運送犯人到澳洲 一開始呢 英國這邊按人頭計費 這就表示裝越多犯人 就可以賺越多的錢 就毫不人道的亂殺人 甚至一出海就把犯人丟進海裡 傳到澳洲時犯人幾乎都死光了 英國政府看這樣不行 就敢用到港人頭計費 制度一變 犯人的死亡率就大幅下降 這故事告訴我們制度才是一切 如果從土地制度改革著手 竟然自負的方法就是創業 而不是炒房 制度的因素 也造成華人社會的創業風氣 沒有歐美這麼盛行 那國外怎麼遏制炒房的呢 我們這邊不多說 簡單的說就是用各種方法 如碎制或是法規 讓炒房無力可圖 或是炒房就會被關 那你覺得我們西門町殿王 就是台灣的頂級地主了嗎 錯了 要打敗地主 唯有更大的地主才行 以自由時報創辦人 林隆山來說 他在富士比亞洲榜 才排名第九 那是因為排名漏算了他主要的財產 就是一大堆土地 林隆山的土地大概有40萬坪 市值高達2000億 台灣的富豪都認為 林隆山才是真正的台灣首富 林隆山的好友富邦集團總裁 蔡萬才曾經私下表示 我怎麼會是首富 林隆山才是吧 現在台灣的頂級富豪 清一色都還是地主 像連戰 王金平 陳朱祺 林玉玲等 這些都還只是台北的大地主 至於中南部的大地主 像是霧峰林家 入港孤家 真的都是連天簽末 認真一看 你會發現 台灣的超級有錢人 都是地主 這些實業家不管多麼努力賺錢 都打不贏地主 別忘了 上市貴公司 可是台灣上百萬間企業佼佼者 這些頂尖公司 全公司上下幾百人幾千人 竟然獲利比不上一個人 由此可知 台灣的土地制度有多麼不公平 地主實在太強了 那誰可以打贏這些地主 台灣就是財團法人地主 如中信 富邦 國泰 也就是更大的地主 翻開這些財團的財報 你就會發現 這些財團都囤積了大量的土地 價值早已經破兆園 這才是台灣最頂尖的地主 這些財團賺錢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他們旗下的壽選公司 收了魯蛇們的寶費 再把這些錢拿去買大量的土地 炒高價格後 再把土地賣給魯蛇們 如此雙重剝削 為什麼他們能這樣玩呢? 原因很簡單 鬼島的土地制度持有成本低 沒有吞房累進率 原來就是台灣的法規與制度 導致房價居高不下 那我們為什麼不從法規制度下手改革呢? 這也很簡單 因為台灣的明代主體也還是地主 你覺得地主會擋自己的財路嗎? 要不然以台灣亞洲第一空物率來說 只要提高土地持有成本 房價馬上就會降下來 所以在鬼島 你有200萬 如果想要賺錢 那千萬要投入房地產 而不是創業 當然 如果你有熱情 有理想 有抱負 那就是追夢吧 也不是註定失敗 只是九死一生而已 在鬼島 更可悲的是 那些靠土地剝削人民的地主民代 從來沒吃過苦 甚至一出生 就是官二代 卻整天講幹話 要我們年輕人好好努力 吃苦當吃補 當你知道他們真正發大財的方法後 歡迎來到鬼島 這就是台灣 這是我們國父孫中山 在民國初年規劃的建國方略 紅線的部分代表他規劃的鐵路路線 可以看得出來他無視任何地形 像是山脈與河流 簡直是連連看 他當時誇下海口 要為中國建造20萬公里的鐵路 但在2019年的中國 鐵路也不過13萬公里而已 在一起 我們要來聊聊 咱們國父偉大的鐵路計畫 但在附影的錶run 照片 三十五年